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这个痴情女子往往下场不好 有的是什么呢 看错人了 你比方说秦湘莲 看着陈氏美了 最后下场并不好 杜师娘看着李甲了 最后李甲迫遇家庭压力不敢要她 把她转给孙夫 杜师娘一来气怒沉白宝香 这是第一种情况 火托飞人 第二种情况 周边的压力太大 没办法 最后双双殉情 以前梁山博 朱英台的故事 咱们今天要给大伙说这痴情女子 这结果还挺好 也看对人了 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是你要把她这个过程 就痴情的过程浮述一下 你发现比那秦湘莲 杜师娘好不哪去 甚至比他们还惨 这痴情女子是谁呢 就是咱们基本上尽人皆知的王宝川 一提王宝川 大家第一页一下 苦手韩瑶十八载 对 他为了等他老公薛平贵 在破瓦韩瑶里守了十八年 可是守了十八年之后见面了 俩人在一块恩爱生活了就十八天 他就死了 如果你要再把这十八年苦手经历 你看一看的话 确实挺悲惨 虽然最后团圆了 也比秦湘莲他们强不哪去 这过程是怎么回事 咱们今天好好说说这个痴情女子王宝川 为爱离家 富家女总是钟情穷小子 闲语分针 落魄乞丐居然成了皇帝 苦手寒瑶 痴情女子其实别有苦衷 一对戏曲里的传奇男女 却为何有两处故居遗址 老梁故事会痴情白富美 王宝川 王宝川 是出生在大富大贵人家 他爸爸是唐朝首唐一宗年间的宰相 叫王允 家里头什么都好 没儿子 撒丫头 老大老二嫁得都不错 老三来说就是王宝川 皇上这大女儿嫁给了兵部侍郎 二女儿嫁给九门提督 两个女婿相传 一个叫苏龙 一个叫卫虎 这都嫁给大官了 唯独这老三一妹 暂时还没嫁出去 爹 女儿不嫁 宝川 你就听你爹的吧 娘 我不喜欢他 宝川 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 你都拒绝了 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而且王宝川跟两个姐姐比的 又漂亮又聪明 爹妈的掌上明珠 所以提亲的基本上把门槛都踏破了 都挺有面子 这一品大员 那是王爷 你说给谁回来 也都有点面子上不好看 他爸被琢磨这么这么 咱采用最原始的办法 我高搭秀楼 把这些单身贵族乌羊乌羊都给弄到这下边小广场来 然后让我这女儿 宝贝女儿站到二楼上 拿着绣球往后扔 反正砸着谁 谁就我姑娘 谁就我女婿 有人说这老爷子挺没溜的 儿女结婚这大事就这么随便一扔就完了 其实他不是没用 为啥 谁能进到这小广场上 那可有学位 说白了 这个资格是老爷子手里把着 我说让你进来 你才能进来 那不是说说几个大妈说 我们进跳广场舞 那不行 玩去 不能让人进来 就必须得是单身贵族 单身不用说了 你才有资格取亲 贵族老爷子把持这个 他都访定了 这家那家得入我发言 所以进来也不复求那么几十人 说白了砸到奶子 老头都能接受 而且最大个好处 解决了面子问题 你看这天意 我本来想把姑娘嫁给你儿子 可是这老天爷 他扔别人身上去了 所以他解决了人情问题 所以这王云想了这么个主意 结果这个抛锈球那天 你那么想 这个事轰动整个京城 这小广场是一般人进不去 可广场外头黑压压里三层外三层的 那人围着老了 大伙看热闹 想看看 一个是王小姐怎么漂亮 再看绣球砸着谁 王宝川呢 漫无忧漫无忧上了二楼 底下这些单身贵族们一个个 伸着舌子直躺哈朗 人以为单身狗 往上看 王宝川把绣球拿起来 往后一扔 你想一个二八女娇娘能有多的 这本来扔不多人 也不怎么的 那个绣球做得有问题 就做得轻了 他往后一扔这股 正赶上也不知道哪 来了一股贼风 把这绣球给吹起来了 正常的话应该扔起来 不要急掉下去 广场就那么大 砸着谁是谁 这绣球飘起来了 风一吹 给吹到院的外面去 越过了半条街 邦当落下来了 砸哪了 就砸到薛平贵身上 怎么王宝仪三千斤的绣球 会被你一个乞丐得到 多谢钱 老天真是太不长眼了 长得这么漂亮 又有钱的千斤小姐 居然会嫁给你这么一个人 这是一朵鲜花 插在牛粪上 说薛平贵是何许人员 是个要饭 是年轻 有保的力气 长得也不错 但是家境贫寒 这时候在外面乞讨为生 这正煮个棍拿个碗 老爷抬抬给口饭吃什么 正在这要 砰 上面落一绣球 薛平贵 哪来这么大馒头 一看不是 绣球 他也不知道怎么事 旁边人说 哎呀 你妥了 小子 你这下掉斧堆里 你往那看 薛平贵再一看 王宝川扔了绣球 而王宝川也盯着绣球 往前一瞧 俩人四目相对 对上眼来看 王宝川一看 这小伙子真漂亮 这时候俩人这么一看 可就是一见钟情 那头把老头挤坏了 这不算 不算 这股贼风 在一比零第二局 重新拿回再扔 王宝川不干了 说爸爸这可不行 爹 是我亲手抛出绣球 是平贵他接到的 如今绣球 抛在薛平贵身上 众目睽睽 在场的人都能作证 爹 皇上下旨 不管女儿抛给了谁 我 宝川呢 得再处理公事 你不要多说话 我不是多话 我是在争取我的幸福 这这么多人 黑暗暗人都看着咱呢 我扔这绣球 如果第一遍不算 我扔第二遍才算 那不意味着我嫁两遍吗 那我这贞结就没了 再说 我凭什么扔第二遍呢 我是寡妇 我丈夫死了 那不有人吗 杂着谁是谁 你得说话算数 当朝宰相 一言即出 无马分尸 一言即出 死马难追 这恨不咒他爸爸 你这不行 这肯定不行 爷俩就争起来 如果贫贵的命运 无法改变 一辈子要当乞丐的话 我王宝川 也愿意跟着他 一辈子当乞丐婆 荒唐 天大的荒唐 爹一再忍让 你却不知好歹 如果你执意跟薛平贵 那我王云 从此以后就没有你这三女儿 王宝川 结果回到家 王宝川 打滚放坡的 我非那个年轻人不嫁 最后他母亲也疼孩子 没办法 给俩钱 卷么卷么 细软衣服 他真跟薛平贵走了 去哪了呢 就薛平贵住那个破瓦寒友 这 就是我没有住的地方 什么叫破瓦寒友呢 就是原来 这个地方是个烧砖的 王宝川就跟着他去吃苦去了 那么说的容易 俩人一块过 贫贱夫妻百帅 穷得很 这时候薛平贵呢 乐电馅了 我个傻小子 我个要饭的 天上调个年度包 给我调个好媳妇来 你说我这几倍修了福呢 我得对的好点 我怎么对的好 我拿什么对的好 吃不吃 穿不穿 我浑身上下 我还有啥 我就剩下我这条命 再加上我会点武 有点胆子 我就这点东西 那为了让我们俩人过上幸福生活 我得拼一拼 搏一搏 得出去奔去 正赶这时候呢 外头张黄马 什么事呢 西连国侵犯大党 用人之机广泛征兵 宣存贵就跟王八三说 这不就是过来打仗吗 最多一年半载 这仗 我呀 只有这一条道 能混出来 得点功名 出息出去 你在这等我一年半载 我肯定回来 咱俩再过好日子 我才行 这次假设 我能立上功劳的话 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我得挣点钱 要点功名 就这么着 俩人在寒谣里依依不舍着分别了 他哪想到 薛平贵一走就18年 说这仗怎么打那么长时间 没打那么长时间 打了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 西连国就吃不住劲了 就干不过大唐了 双方就对峙着 西连国意思要求和 这个时候 薛平贵在战场上 可以说出生入死 立下战功无数 由开始一个小兵 已经变成一个将军 但是他这立功太快了 身边有人嫉妒他 说你看我们都平平淡淡 你可倒好立这么多功 有人给使坏 晚上他说咱们庆功酒喝酒 就使劲的几个人惯着薛平贵 把薛平贵惯着烂醉如泥 好 你醉了 把他抬起来 搁什么上 搁一匹战马上 然后拿出把匕首来 对着这马屁股一插 这马一惊 出了营文 就往前跑 往哪跑 往西连国大营跑 老梁故事会 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军播出 这时候薛平贵烂醉如泥在马上 什么直觉没有 等这马跑到西连国大营 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军 你说这谁这是 这马还有个死尸 说没死 还喘气呢 这么大股酒味呢 就把他从马上拽下来 有人认识 说这个就对面赢那个白跑小将 叫薛平贵 可杀死我们不少人 把他捆起来 见西连国国王 这见国王的时候 走到前面这个仗子 这个仗子是谁 西连国全国好武 西连国国王的女儿戴战公主 也跟着戴兵打仗 戴战公主说一看这谁 他说这就那白跑小将薛平贵 再一看戴战公主这眼睛直了 咱前面说了 王伯川就这么乡中的薛平贵 哥挺老远 看着都帅哥 离这么近一看 戴战公主喜欢上了 喜欢上先见父王吧 见他爸爸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 说这小将不是什么原因 落在咱手里了 好像是喝多了 咱可不能放他回去 没啥 第一个这是原虎将 第二个 这为我所用多好 其实他是看上薛平贵 就这么着 薛平贵酒醒了 西连国王就跟他说了 你不管什么原因来的 老天让你落到我们手里 你不能走 你不仅不能走 你得投靠于我 我重用你 你要不答应也行 那把人头留着 身子我给你送回去 薛平贵这时候琢磨 这可不行 我这刚提了职 当了将军 我媳妇王宝川在那等着我 破罢还要里等着呢 我可不等死 本王与朝中大臣 也商议过此事 朝中大臣 对薛平贵 并无反对意见 只是 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 成为我大梁子民 否则恩王无法让戴战公主下嫁于你 这 到这时候 薛平贵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没办法跟戴战公主撑起来 那么这个故事你听到这儿呢 你都觉得私藏教士 这就好像秦湘连 陈世美 陈世美中了驸马之后 中了这个状态之后呢 这皇上要把公主给他 这陈世美也不敢不答应 一方面贪恋富贵 另外一方面 怕皇上发雷霆之怒 就隐瞒了老家有老婆这事实 你看和这个故事像吗 所以这么着呢 这戴战公主啊 跟这个薛平贵 俩人就结婚了 这一待 就是18年 为啥他回不去 他也想王宝川 也想家 不敢走 你这一道关 一道关 又一道关 你真给发现了 马上脑袋落地 好不容易的 熬出头来 因为这个西梁国王啊 没有儿子 就一个戴战公主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西梁国王身子骨不好 立下遗嘱 我死之后 这个薛平贵就是西梁国王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本王要把王位传给平贵 就这么着 守着18年 守着云台见月明 这戴战公主 跟这个薛平贵 两个人当了18年两口子 薛平贵成了西梁国王 把那老国王给熬死了 那么熬死之后 薛平贵成了西梁国主了 这可门儿拦着他了 我得回去 说你回去干嘛 他就跟戴战公主说了 我来说我那有个老婆 在那等我 人家原来是宰相闺女 你看下架我这个乞丐 穷小的 我得对得起人家 这戴战公主还真同情达理 说我支持你回去找她去 找可是找 咱俩这也是夫妻多年 这么这么 我现在是西梁的皇后 皇上 你把这王宝川请来 这算我姐姐 我们俩平起平坐 同为西梁往后 就不分先后 其实这够同情达理的了 这薛平贵一听心里老高兴了 行 就这么办 他就回去了 那头呢 王宝川在破瓦寒窑里熬了十八年 大哥去了都快离开了 这十八年可不好 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为什么不好呢 他不光是自己在这受苦 娘家总来找他来 夫妍 大小姐 你想当妈的 能看着自己归宫手握挡在这 总来 三天两头 哎呀你跟我回去吧 他爸爸也通过各种势力给他施加压力 王宝川在这十八年里备受熬剑 哎 这时候薛平贵回来了 大人回是回来了 薛平贵心里非常感慨 那么到这呢 转一圈找 这破网寒窑他还记着 你那时候要说唐代挺好在哪呢 您轻易不拆迁 要搁现在早拆没了这张人 所以很容易的把那寒窑找出来 找到这时候他给饭盒去了 我这媳妇还在不在 是不是就没了 就真活着 能受了十八年的苦力 人家爸爸还是宰相 一打听 说这王宝川真在这里 他心里头一惊 说我这媳妇真了不起 但转念一想 别是他又跟他爸爸闹掰了 上这来住来了 这中间他有没有人 我都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薛平贵起了个坏 想试试王宝川跟自己 还行不行 对自己是不是还忠诚 其实这都有点缺德 对王宝川来说 这种试法是绝对大男子主义 这是礼教里头男尊女卑 不拿女人当回事 怎么试试 你是谁 画化妆 其实也不用化妆 十八年在西梁国 风霜十八代 俩人对面的都可能不认识 所以这薛平贵出现在王宝川面前 在寒瑶门口 他全都不认得 敢问这位军爷是哪一位 我是你家相公薛平贵的好友 你找王宝川做什么 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好好好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王宝川有个丈夫叫薛平贵 他是我的好朋友 王宝川都哭了 十八年没消息了 你快说说我相公干嘛呢 他那在那边混得不好 穷困潦倒 我那经常接济他 他没什么报答我的 说这么的 我那还有个媳妇王宝川 我哥俩钱卖给你得了 你回去找他就 他欠你钱 才叫你带信给我 这是为什么 因为他写的是 卖身契 卖身契 对啊 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放手 放手 放开我 你胡说 定贵不会这样做的 怎么不会 人穷之短 没钱还 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把王宝川气的 这薛平贵真不是个东西 这个狗东西 我等他十八年 盼着这消息回来干嘛 把我给卖了 他有什么权利把我卖了 当时是又哭又好 这时候薛平贵一看 我媳妇对我不错 你别看他哭 他心里头暗自高兴 从兜里掏出一定银子来 大姐 你别那么死心眼 你哪让人家跟他过干嘛 我这个有钱有事 你把这钱收上 你跟我天天有钱还 你跟我过就得了 结果这王宝川气的 抹波上吊的就不干 当然惊喜里头描写的很有意思 说你这你调戏于我 从地上抓拔土一扬 就能为他哑 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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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 我就是贫贵 我回来了 最后当然是大团圆了 我就薛平贵 俩人好了 那么俩人和好了之后 这不同回西凉国 一马双胯到西凉 都是这个皇后 说后来这结局 那就有多种版本 有说 到了西凉国 待了18天 这个王宝川病重 就死了 俩人在一块 就18天 还有说俩人在那边 白头到老了 其实也不是俩人 是等仨人 在一块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也有这么说的 那么说 有说那历史上 有没有这事 这个事是有原型的 原型是谁 就咱们前面说的 争东的薛仁贵 这个薛仁贵 在唐初的时候 争东这打哪呢 现在辽东朝鲜一带 到那边打仗去了 他老婆姓柳 叫柳银桓 但也有说叫柳金花的 但说叫柳银桓的多 说薛仁贵柳银桓 两个人患难夫妻 他走了之后 打仗打几年 又回来了 回来看柳银桓 看了一眼 那边战事紧张 马上又走了 他前脚走后脚 柳云桓病死了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我前面说了 说和秦湘连和杜顺良比 王宝川还算痴情女子 最后有个好结果 为什么我说这个结果 还不没有的 非常惨 你想想 十八年 你的大好青春年华都用来等待 这个等是最难的 咱们有的人跟人约会 等了十分钟都着急 他等十八年 大好青春年华 我都用来等你了 咱们这两地 所以我说 就咱们现代人更是如此 这个社会诱惑也多 物质条件各方面也都好了 过去说 一地谈恋爱能成立 现在一地谈恋爱很难成 为啥 如果两人真要是两颗心都坚守着 也没问题 问题是我不知道你在那个地方干啥 现代人也容易猜疑 所以这就跟王宝川 薛平贵那故事类似了 你干什么我不知道 我给你守着 你干嘛 这年头谁等谁 来吧 所以我说我们现代人谈恋爱 他也要讲基本的物质条件 什么叫谈恋爱 俩人得谈得说话 说那现在有威信有啥 那不算 面对面的交谈 彼此了解对方想什么 你是不是我想要的人 这是现代人走进婚姻的基础 所以我说 王宝川 薛平贵的故事告诉我们 轻易不要相信 异地恋这样美妙的故事 这容易给你洗脑 你要相信这个 可能就要付出大把的青春年华 浪费在无谓的交往道路 三情三放 多情女侠怎样倒追情郎 世父杀凶 女英雄尽未暗如此凤凰 三休三起 坎坷婚姻居然还有前生夙愿 能挨山倒海 法力无边 却因何为手下败将 饱受折磨 老梁故事会 英雄女配角 樊梨花 好 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故事会 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写的是 卖生气 卖生气 对啊 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放手 放开我 你胡说 你会不会这样做的 怎么不会 人穷之短呢 没钱还 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把王宝川气的 这薛平贵真不是个东西 这个狗东西 我等他十八年 盼着这萧姨回来干嘛 把我给卖了 他有什么权利把我卖了 当时是又哭又好 这时候薛平贵一看 我习生气对我不错 你别看他哭 他心里头暗自高兴 从兜里掏出一钉银子来 大姐 你别那么死心眼 你能让人家跟他过干嘛 我这个有钱有事 你把这钱收着 你跟我天天有钱还 你跟我过就得了 结果这王宝川气的 抹拨上吊的就不干 当然经细里头描写的很有意思 说你这你调戏于我 从地上抓拔土一样 我能为他哑 最后当然是大团圆了 我就薛平贵 两人好了 那么两人和好了之后 这不同回西凉国 一马双胯到西凉 都是皇后 说后来这结局 那就有多种版本 有说到了西凉国 待了18天 王宝川病重就死了 两人在一块就18天 还有说两人在那边 白头到老了 其实也不是两人 是等仨人在一块和谐的生活在一起 也有这么说的 那么说 我说那历史上有没有这事 这个事是有原型的 原型是谁 就咱们前面说的 征东的薛仁贵 这个薛仁贵 在唐初的时候 征东这打哪 现在辽东朝鲜一带 到那边打仗去了 他老婆姓柳 叫柳银桓 咱也有说叫柳金花的 但说叫柳银桓的多 说薛仁贵柳银桓 两个人患难复起 他走了之后 打仗打几年 又回来了 回来看柳银桓 看了一眼 那边战事紧张 马上又走了 他前脚走 后脚柳银桓病死了 这么一个故事 那么我前面说了 说和秦湘莲和杜顺良比 这王宝川还算痴情女子 最后有个好结果 为什么我说这个结果还不没有的 非常惨 你想想 18年 你的大好青春 说这小将不是什么原因 烙到咱手里了 好像是喝多了 咱可不能放他回去 为啥 第一个这是原虎将 第二个 这为我所用多好 其实他是看上薛仁贵 就这么着 薛仁贵酒醒了 西梁国王就跟他说了 你不管什么原因来的 老天让你落到我们手里 你不能走 你不仅不能走 你得投靠于我 我重用你 你要不答应也行 那把人头留着 身子我给你送回去 薛仁贵这时候琢磨 这可不行 我这刚提了职 当了将军 我媳妇王宝川在那等着我 破网上来等着呢 我可不能死 本王与朝中大臣也商议过此事 朝中大臣对薛仁贵并无反对意见 只是薛仁贵必须入我大梁 成为我大梁子民 否则本王无法让戴战公主下嫁于你 这 到这时候薛仁贵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没办法跟戴战公主成亲了 那么这个故事你听到这 你都觉得思成像是 这就好像秦相连 陈世美 陈世美中了驸马之后 中了这个状态之后 皇上要把公主给他 这陈世美也不敢不答应 一方面贪恋富贵 另外一方面怕皇上发雷听之怒 就隐瞒了老家有老婆这事实 你看和这个故事像吗 所以这么着 这戴战公主跟这个薛仁贵 俩人就结婚了 这一待 就是18年 为啥他回不去 他也想王宝川 也想家 不敢走 你这一道关 一道关 又一道关 你真给发现了 马上脑袋落地 好不容易的熬出头来 因为这个西连国王 没有儿子 就一个戴战公主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西连国王身子骨不好 立下遗嘱 我死之后 这个薛仁贵就是西连国王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本王要把王位传给平贵 就这么着 守着18年 守着云台见月明 这戴战公主 跟这个薛仁贵 两个人当了18年两口子 薛仁贵成了西连国王 把那老国王给熬死了 那么熬死之后 薛仁贵成了西连国主了 这可门拦着的了 我呀 我还有啥 我就剩下我这条命 再加上我会点武 有点胆子 我就这点东西 那为了让我们俩人过上幸福生活 我说我得拼一拼 搏一搏 得出去奔去 正赶这时候呢 外套张黄马 什么事呢 西连国侵犯大党 用人之计广泛征兵 薛仁贵就跟王八山说 这不就是过来打仗吗 最多一年半载这仗 我呀 只有这一条道能混出来 得点功名 出息出息 你在这等我一年半载 我肯定回来 咱俩再过好日子 我在想 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 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我得挣点钱 要点功名 就这么着 俩人在寒谣里依依不舍分别了 他哪想到薛仁贵一走就18年 说这仗怎么打那么长时间 没打那么长时间 打了不长 谁也就半年左右 西连国就吃不住劲了 就干不过大唐 双方就对峙着 西连国意思要求和 这个时候呢 薛平贵在战场上 可以说出生入死 立下战功无数 由开始一个小兵啊 已经变成一个将军 但是他这立功太快了 身边有人嫉妒他 说你看我们都平平淡淡 你可倒好立这么多功 有人给使坏 晚上呢 说咱们庆功酒喝酒 就使劲了几个人灌着薛平贵 把薛平贵灌得烂醉如泥 好 你醉了 把他抬起来 搁什么上 搁一匹战马上 然后呢 拿出把匕首来 对着这马屁股一插 这马一惊 出了营文 就往前跑 往哪跑呢 往西梁国大营跑 老梁故事会 距离每周四9点15 晚间黄金档 45分钟 超长讲述 好故事 精彩 老梁故事会 痴情白妇美 往宝川 老梁故事会是由小鸟电动车 独家冠军播出 这时候薛平贵烂醉如泥 在马上 什么直觉没有 等这马跑到西梁国大营 小兵 你说这谁这是 这马还有个死尸 说没死 还喘气呢 这么大股酒味呢 就把他从马上拽下来 有人认识 说这个就对面营那个白袍小将 叫薛平贵 可杀死我们不少人 把他捆起来 见西梁国国王 见国王的时候 走到前面这个仗子 这个仗子是谁 西梁国全国号武 西梁国国王的女儿戴战公主 也跟着戴兵打仗 戴战公主说一看这谁 听 他说这就那白袍小将 薛平贵 再一看 戴战公主这眼睛穿 为爱离家 富家女总是钟情穷小子 闲雨纷针 落魄乞丐 居然成了皇帝 苦手寒瑶 痴情女子其实别有苦衷 一对戏曲里的传奇男女 却为何有两处故居遗址 老梁故事会 痴情白富美 王宝川 这王宝川呢 是出生在大富大贵人家 他爸爸呢 是唐朝首唐一宗年间的宰相 叫王允 家里头呢 什么都好 没儿子 撒丫头 老大老二呢 这个嫁得都不错 老三呢 咱说就是这个王宝川 这大女儿呢 嫁给了兵部侍郎 二女儿嫁给九门提督 两个女婿呢 相穿 一个叫苏龙 一个叫卫虎 这都嫁给大官了 唯独这老三 暂时还没嫁出去 爹 女儿不嫁 宝川 你就听你爹的吧 娘 我不喜欢他 哎呀 宝川呢 爹希望你嫁一个 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 你都拒绝了 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 而且王宝川呢 跟两个姐姐比呢 又漂亮又聪明 爹妈的掌上明珠 所以那个提亲的 基本上把门槛都踏破了 都挺有面子 这个一品大员 那是王爷 你说给谁回来 也都有点面子上不好看 他爸被琢磨 这么这么 咱采用最原始的办法 我呀 高搭绣楼 把这些单身贵族啊 乌羊乌羊都给弄到这 下边小光场来 然后呢 让我这女儿啊 宝贝女儿站到二楼上 拿着绣球往后扔 反正杂着谁 谁就我姑娘 谁就我女婿 有人说这老爷子挺没溜的啊 这个儿女结婚 这大事就这么随便一扔就完了 其实他不是没用 为啥呢 谁能进到这小光场上 那可有学位 说白了 这个资格是老爷子手里把着 我说让你进来 你才能进来 那不是说说几个大妈说 你进跳广场舞吧 那不行 玩去 不能让人进来 就必须得是单身贵族 单身不用说了 你才有资格娶亲 贵族老爷子把持这个的 他都访定了 这家那家得入我发言 所以进来也不过就那么几十儿 说白了 砸到奶子 老头都能接受 而且最大个好处呢 解决了面子问题 你看这天意嘛 是不是 我本来想把贵女儿 嫁给你儿子 可是这老天已经打仗 这戴上公主说一看这谁 你又杀他 他说这就那白跑小将 薛平贵 再一看 戴上公主这眼睛直了 咱前面说了 王伯川就这么相忠的薛平贵 哥挺老远 看着都帅哥 离这么近一看 戴上公主喜欢上了 喜欢上先见父王吧 见他爸爸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 说这小将不是什么原因 落到咱手里了 好像是喝多了 咱可不能放他回去 为啥 第一个这是原虎将 第二个 这为我所用多好 其实他是看上薛平贵 就这么着 薛平贵酒醒了 西梁国王就跟他说了 你呀 不管什么原因来的 老天让你落到我们手里 你不能走 你不仅不能走 你得投靠于我 我重用你 你要不答应也行 那把人头留着 身子我给你送回去 薛平贵这时候琢磨 这可不行啊 我这刚提了职 当了将军 我媳妇王宝川在那等着我 破网还要里等着呢 我可不等死啊 本王与朝中大臣 也商议过此事 朝中大臣对薛平贵 并无反对意见 只是薛平贵必须入我大梁 成为我大梁子民 否则恩王无法让戴战公主下嫁于你 这 到这时候薛平贵 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没办法跟戴战公主成亲了 那么这个故事你听到这儿呢 你都觉得思想像是 这就好像秦湘连 陈世美 陈世美中了驸马之后 中了这个状态之后呢 这皇上要把公主给他 这陈世美也不敢不答应 一方面贪恋富贵 另外一方面怕皇上发雷霆之怒 就隐瞒了老家有老婆这事实 你看和这个故事像吗 所以这么着呢 这戴战公主啊 跟这个薛平贵 俩人就结婚了 这一待就是18年 为啥他回不去 他也想往某川 也想家 不敢走 你这一道关 一道关 又一道关 你真给发现了 马上脑袋落地 好不容易的 熬出头来 因为这个西梁国王啊 没有儿子 就一个戴战公主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 西梁国王身子骨不好 立下遗嘱 我死之后啊 这个薛平贵就是西梁国王 本王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本王要把王位传给平贵 说这仗怎么打那么长时间呢 没打那么长时间 打了不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 西梁国就吃不住劲了 就干不过大唐 双方就对峙着 西梁国意思要求和 这个时候呢 薛平贵在战场上 可以说出生入死 立下战功无数 由开始一个小兵啊 已经变成一个将军 但是他这立功太快了 身边有人嫉妒他 说你看我们都平平淡淡 你可倒好立这么多功 有人给使坏 晚上呢 说咱们庆功酒喝酒 就使劲的几个人啊 惯着薛平贵 把薛平贵惯得烂醉如泥 好 你醉了 把他抬起来 搁什么上 搁一批战马上 然后呢 拿出把匕首了 对着这马屁股一叉 这马一惊 出了营文 就往前跑 往哪跑呢 往西梁国大营跑 老梁故事会 俊丽每周四 九点十五 晚间黄金档 四十五分钟 超长讲述 好故事 精彩 老梁故事会 痴情白妇美 王宝川 老梁故事会 是由小鸟电动车 独家冠军播出 这时候薛平贵 烂醉如泥 在马上 什么直觉没有 等这马跑到西梁国大营 江国平 你说这谁 这马上还有个死尸 说没死 还喘气呢 这么大股酒味呢 就把他从马上拽下来 有人认识 说这个就对面营 那个白跑小将 叫薛平贵 可杀死我们不少人 把他捆起来 见西梁国国王 这见国王的时候呢 走到前面这个仗子 这个仗子是谁呢 西梁国 全国好武 西梁国国王的女儿 戴战公主 也跟着带兵打仗 戴战公主说 一看这谁 他说这就那白跑小将薛平贵 再一看 戴战公主这眼睛直了 咱前面说了 王宝川就这么相忠的薛平贵 哥廷老远 看着都帅哥 离这么近一看 戴战公主喜欢上了 喜欢上 先见父王吧 见他爸爸 然后他跟他爸爸说 说这小将不是什么原因 烙到咱手里了 好像是喝多了 咱可不能放他回去 为啥 第一个这是原虎将 第二个 这为我所用多好 其实他是看上薛平贵 就这么着 薛平贵酒醒了 西梁国王就跟他说了 你呀 不管什么原因来的 老天让你唠到我们手里 你不能走 你不仅不能走 你得投靠于我 我重用你 你要不答应也行 那把人头留着 身子我给你送回去 薛平贵这时候琢磨 这可不行 我这刚提了职 当了将军 我媳妇王宝川在那等着我 破网上去等着呢 我可不能